一早來到港口看到這幅慘況實在好心痛 好多艘船隻翻覆只看得到船底 有的甚至幾乎沒入海中 強順颱風肆虐藍雨 開原港內停靠110艘船 大約有80艘是直接翻覆甚至沉默 身材工具就這樣沒了 民眾好傻眼 只能眼睜睜看著家裡的門窗迎家出走 早晚上狂風呼嘯高頻尖銳 屋頂鐵皮各式各樣的大型物品 雜來雜去狂狼作響 整座島超不平靜 差不多1點開始 然後一直持續到5點多 整夜幾乎都沒有睡 因為都睡不著 天亮後風雨持續 雖然有趨緩 但民眾看到家園景象難以執行 天線感到地阻擋去路 蘭雨5號上午 網路及電信訊號也頻頻斷線 而學校包括遊國小 東青國小廊道國小 蘭雨高中等等也無能倖免 門窗全都不見 遊樂器具180度翻覆 教室滿是積水淤泥 管線斷裂水塔倒地 整棟教學大樓幾乎全匯 也許他們一時片刻沒有辦法 這個復學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都會提供給他們一些 個案上面的一個協助 經過一晚狂風暴雨 校園滿目瘡疑 台東縣府再度宣布 6號蘭雨停班停課 得要等到確保小朋友安全 才會回復上課 TVBS新聞劉靜元藍廷 台東縣府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